在欧洲跨越阶层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 来自爱尔兰的穷小子克里斯早就看透了这一点 他是一个天赋上等的网球运动员 但离天之交止还有很大差距 克里斯很有自知之明 他清楚自己的天赋 无论怎么努力也成为不了职业求心 因此他选择了尽早止损 结束职业生涯 来到权贵如云的伦敦发展 在一家高端俱乐部 作为一名绰绰有余的网球教练 指引在这里他可以接触到更多富人 如果运气好的话就能一步登天 为了和有钱人同频 克里斯下足了功夫 比如硬着头皮听意大利歌剧 非寝望时地看纯文学名著 他常常看罪与罚 其中有句名言克里斯印象很深 贫穷不是罪恶 但极贫就是一种原罪 克里斯时刻提醒自己 不能遭这份罪 进入俱乐部不久 克里斯就凭借着优秀的旅地 接触到了一个富二代 汤姆·休斯特 在收客中 克里斯的专业和箭谈 深得汤姆的好感 而且很幸运的是 汤姆喜欢歌剧 当克里斯透露出自己也非常喜欢歌剧时 汤姆突然想到他父亲订了一家剧场的VIP包厢 于是克里斯得到了汤姆的邀请 就这样穷孝之克里斯第一次接触到了上流家庭 但克里斯并不切场 他不卑不亢 谦虚有礼 赢得了汤姆一家的好感 尤其是汤姆的妹妹 克洛伊第一次见面 他就被克里斯那充满古典气息的脸庞 迷得魂不守舍 接着给汤姆做教练的奇迹 克里斯跟克洛伊接触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当克里斯表示自己还没怎么游览过伦敦时 克洛伊立刻毛遂自荐 要当汤姆的导游 两人顺理成章的开始了约会 虽然穷 但克里斯从不占小便宜 在时间方面克里斯也绝不吝啬 和克洛伊在一起约会 他表现得很享受 俗话说女追男隔成杀 很快他们就确定了关系 而且克里斯并没有因为门不当户不对 就收到一般大户人家 帮打鸳鸯的分手支票 这是一个富有却不庸俗 极其开明的家庭 汤姆父亲觉得这个小伙子很讨人喜欢 马屁拍的恰到好处 既稳重又有内涵 跟懂得抓住跨越阶层的机会 唯一的疑惑就是 不知道他自在何方 是想继续在网球界发展 还是有崇伤的意愿 克洛伊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他向克里斯抛出了橄榄枝 邀请他来自家的跨国公司工作 但克里斯却表现得十分有欲 他克制住内心该有的狂喜 保持着恰到好处的骨气 好像不能由自己脚踏实地的去打拼事业 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用最理直气壮的姿态 吃着最软的饭 在经过了一些日子的生死熟虑后 克里斯表现出一副 为了不辜负女友好意的神情 加入了准岳父的公司 克里斯不动声色的窃喜 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计划进行 直到在一次家庭聚会中 克里斯遇到了罗拉 一个性感撩人的金发美女 这个火辣的美女似乎很会打乒乓球 许多男兵客都输得狼狈不堪 克里斯果断挺身而出 展示了他强大的运动细胞 把所向拼命的罗拉一顿教训 并借机咄咄逼人的贴身指导球技 克里斯很懂 这种女人一定要强势的征服 然而无比尴尬的是 汤姆走了过来 向克里斯介绍 这是他的女友 克里斯被吓得不轻 还好罗拉没有把自己 泡妞的事讲出来 但因为汤姆兄妹的关系 他们经常在一起见面吃饭 克里斯也逐渐了解到了 罗拉的情况 来自美国的偏远小镇 有一个明星梦 试镜多年 只拍过一部广告 既没有天赋 也没有背景的 十八线女演员 跟他多么相似的出身经历啊 克里斯觉得 他被罗拉迷住了 这天 克里斯偶遇了正准备去试镜的罗拉 他屡战屡败 信心已经遭受重创 于是 克里斯十分仗义的陪他走了一朝 结果还是失败了 二人一起去酒吧买醉 他们聊了很多 甚至还谈及各自 是否能攀上豪门的话题 罗拉觉得自己是个 不善奉承的子性子 压根就得不到 汤姆母亲的认可 不像八面玲珑的克里斯 讨足了准岳母的欢喜 罗拉早就看出来 克里斯缠他的身子 提前送上了奉劝 但男人啊 就是一只好奇的猫 越是不能碰 就越是心痒 隔天 家庭聚会上 汤姆母亲与罗拉再次发生口角 他觉得罗拉既然不是当明星的料 就应该尽早止损 而不是一条道走到黑 甚至讥讽罗拉 苦苦坚持 不过是为了可怜的自尊心 怕回到家乡 跟亲戚朋友承认自己的失败 脾气火爆的罗拉 哪受得了这份气 独自一人冒着大雨 离开了汤姆家 克里斯瞧见这一幕后 匆匆跟了上去 就像是一只闻到了心味的猫 克里斯失控了 从那之后 克里斯便丢了魂 蛮脑子都是罗拉的 千好万好 但罗拉却认为 那纯粹只是一次冲动的意外 他们更应该成为亲戚 而不是情侣 罗拉的言辞拒绝 倒是点醒了克里斯 真要这么发展下去 他很有可能前功尽弃 于是 他实相地回到了 自己的轨道中 按照既定的路线 与克洛伊使进了婚姻的站台 升级为成龙快序后 克里斯也获得了老张人的大力资助 将近豪宅 升职加薪 专属司机 人生也走上了巅峰 但苦恼的是 克洛伊一直想要个孩子 克里斯却不行了 对妻子怎么也提不起兴趣 辩访民医依然无果 克里斯还被朋友戏城委 空枪王子 一次偶然中 克里斯听说 汤姆一亲别恋 和罗拉分手了 克里斯为之一正 他终于知道自己 问题出在哪 以及怎么解决 但罗拉搬家了 克里斯便寻无果 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 克里斯陪妻子 去一个花展 竟然再次偶遇了罗拉 克里斯顿时 热血喷涌 难以自控 当着妻子的面 死其白赖地 要下了罗拉的号码 罗拉的风情万种 令克里斯流连忘返 春宵苦短 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克里斯沉溺其中 日渐虚乏 五星工作 负责的项目连连亏顺 克里斯向老丈人保证 一定会支持后勇 奈何老丈人 家大业大 并未放在心上 钱你随便亏 但要记得 好好照娃 踏实做人 让我女儿开心 才是你最大的价值 然而造化弄人 罗拉怀孕了 克里斯和妻子 昼夜赶工 却毫无进展 可罗拉一次没打散 就命中把心 克里斯想让罗拉 打掉孩子 但罗拉已经 留过两次 如果再打掉 她将无法怀孕 罗拉一直向 克里斯逼宫 寻求上位 但克里斯从不 自欺欺人 他扪心质问 肯定是放不下 荣华富贵 他很清楚 妻子和罗拉的 本质区别 克里斯先入到了 巨大的纠结之中 可罗拉却失去了 耐心 他步步紧逼 甚至跑到了 克里斯公司 楼下大闹 先克里斯两天之内 必须跟妻子 提出离婚 否则 他就自己来 罗拉把自己 当成赌注 他相信自己 依然拥有筹码 可滑稽的是 克里斯只是一个 无可救药的赌徒 经过彻夜未免的苦思 克里斯从岳父家里 偷了一把猎枪 他打电话给罗拉 好消息 下班 公寓详聊 罗拉心情大好 挂完电话后 克里斯提前一个半小时 抵达了公寓 他先是敲开了 邻居老太太的门 因为在这栋公寓里 只有邻居老太太知道 他和罗拉是情人关系 见识熟人 老太太热情地 邀请克里斯进来喝茶 趁着老太太转身去 厨房的功夫 克里斯把电视声音 开得最大 手忙脚乱地 组装好了猎枪 他缓缓向厨房探去 一枪结果了 无辜的老太太 克里斯瘫软在地 难以置信 自己竟然成了杀人犯 但凭借着强大的 心理素质 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接着开始翻箱倒柜 取得了所有的陷阱手势 以营造出谋财害命的假象 因为这片街区是出了名的 自然混乱 常有毒贩小偷出没 枪金频发 下午6点30分 罗拉准时回到家 克里斯蹲守在电梯旁边 克里斯惊心动魄地 逃离了现场 接下来的一切 他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过他一直迷之自信 自己运气不差 警方赶到现场 经过勘察初步判断 是入室抢劫者 杀害了老太太 因为凶手不光带走了 值钱的东西 还拿走了老太太的 处方置换药物 而罗拉肯定是在回家的时候 刚好撞进了凶手 这才惨遭遇难 好几个警察都说 这个女人回家的时间不对 真可怜 有些人运气就是差 罗拉被枪杀的新闻箭报后 大家都无比震惊 就算跟罗拉相当不对付的岳母 也十分惋惜 没料到罗拉会落得如此狭长 不过这终归是陌生人的事 马上就被一桩喜讯中的烟消云散 克洛伊怀孕了 家人都高兴坏了 但就在此时 克里斯却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让他马上去警局配合调查 在去警局的路上 克里斯路过河边 丢掉了所有从老太太家里 带出来的首饰 只是最后一枚戒指 却砸到了栏杆上 这相当于网球比赛中的决胜时间 如果球在赛末点遇到插网的情况 球弹过去就赢了 球弹回来便输了 而决定性因素 似乎只有运气 克里斯并没有注意到被弹回的戒指 他来到警局镇定自若的撒谎 他与罗拉只是瓶水相逢 可警察却掏出了一本罗拉的日记 克里斯傻眼了 他表现得极为难堪 但其实他早就料到了如今的局面 克里斯承认 他的确有了婚外情 但还不至于杀人 他只是犯了大多数男人 都会犯的错误 最终还是会回归家庭 更何况他妻子还怀孕了 克里斯越演越入戏 甚至颇为痛苦地流下了鳄鱼眼泪 但不管克里斯如何解释 警方还是认为他有杀人的动机 但克里斯并不在意 他把一切都交给运气 配合完调查后 克里斯若无其事地回家了 还美美地睡了一觉 只不过做了亏心事 就容易鬼敲门 梦里罗拉找上了他 但克里斯没有忏悔 这是不得已的 妖怪只能怪罗拉 运气不佳 老太太就问了 那我这个倒霉的局外人呢 克里斯说 向来要成大使 无辜的牺牲者是必要的 至于谁会倒霉 那也是各凭运气 老太太又弱弱地问 那你的孩子呢 克里斯引用了一句 索菲克勒斯的名言 没有出生过 就是他最大的姓氏 罗拉诅咒丧心病狂的克里斯 他的作案手法如此低劣 一定会被神之以法 克里斯坦言道 如果我被逮捕 也算是报应循环 至少说明 这事上还存在些许 正义公平的必然性 果然 一位警员收到了 正义死者的托梦 他几乎梦见了 克里斯的全部作案过程 就在他准备索手 问询克里斯的时候 却被同事泼了一盆冷水 因为昨晚发生了一起 毒贩枪击案 在一个被击毙毒贩的口袋里 发现了老太太的戒指 铁证如山的证据 前科累累的经历 毫无疑问 毒贩才是最合理的凶手 警员随即又问道 如果是克里斯做的 他扔了那枚戒指 偏偏被那家伙捡了怎么办 可又有谁会在意 一个小警员 毫无根据的猜测呢 克里斯再也没有后顾之忧 原来在这世上 除了天赋 能力 努力之外 还有一种左右命运的东西 叫运气 如果有人相信运气 往往他会输掉人生 但如果有人一直相信运气 那么他一定是看透了人生 只不过这是一件极其可怕 而且索然无畏的事情 《赛漠点》是伍迪艾伦指导 2005年上映的作品 电影刚上映时 便收获了影评人的一众好评 更被誉为伍迪艾伦 近十年来最好的电影 对于悲观主义者来说 这部电影的观感会极度舒适 犹如高山流水 玉知音相逢恨晚 他的经验就在于 导演道出了一个大家 一直被他左右 但却不愿承认的事实 那就是运气改变命运 本事好不如运气好 听起来 这好像有一点自暴自弃 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确实是那么回事 毕竟 没有哪个成功人士愿意承认 自己能获得当前的成就 是跟运气有关 他们往往会把他全部 亏咎于自己的天赋 努力才能等等 人们惧怕面对命运的未知 如果让他们完全明白 人生和婚姻主要是靠运气的话 那他们得有多沮丧啊 回首自己的过往 很多事情或许真的是运气使然 在对的时间 刚好做了一些对的事情 要知道 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 比你能力更强的人 以及比你更努力的人 他们没能成功 或许只是差了一些运气 其实知晓了这一点 往往能让我们更加谦卑 因为人在获得一些成就之后 往往会夜郎之大 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高估自己对抗命运的能力 实际上 如果你的运气永光的话 很多事情是无能为力的 悲观嘛 也不见得 等你真正接受之后 这反而是一种豁达 看淡努力之后的不尽人意 谨慎运气使然的繁荣假象 尽人事顺天命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点赞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